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鉴于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16年5月6日 寄发邀请函与卫生福利部长蒋炳黄 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第69届世界卫生大会WHA一事 为捍卫我国参与WHA所应坚持之主权原则 建请作成决议发表下列声明 声明内容如下 该邀请函与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及世界卫生大会第2数点1号决议 强调一个中国原则 不仅违反过去邀请惯例 更不当矮化台湾国际地位及主权 邀请函所提及一中原则更令台湾人民无法接受 本愿于此表达严正声明及抗议 以捍卫我国参与WHA所应坚持之主权原则 维护国民健康及全球防疫体系 是身为国际社会一份子之台湾所应尽之义务 多年来台湾于国际医疗与防疫亦有卓越贡献 然历年来如SARS等严重传染疾病 台湾于防治对抗过程中 应无法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与会员国直接联系错过许多国际合作 共同对抗疾病扩散之及时作为 现今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WHA 与世卫组织所有会员国合作 不仅对全体国人健康权益有所保障 亦可对其他国家之防疫合作有所注意 本愿要求新上任政府参与WHA 必须本于国家尊严实质 且有意义参与之立场 强调台湾并非中国之一部分 拒绝一中原则捍卫国家尊严 维护主权独立 并居于台湾在过去及现今 对世界卫生体系的卓越贡献 请求会员国支持我国以尊严 而有意义的方式参与合作 台湾参与WHA对世界防疫及全民健康之一处 绝不能被中国及其政治利益 对台湾政治利益以一中框架而左右 本院进一步要求政府 请求WHA撤销于2005年 及2020年所发布之 有关台湾参与WHA之备忘录 世界卫生组织 实不应再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打压台湾参与WHA之权益 此次WHA秘书署在邀请函 连结一中原则的作法 严重侵害我主权独立之国际事实 对台湾多年来与国际社会之努力 维持友好关系 因造成严重伤害 本院应该严厉表达抗议 人类健康乃基本人权 不该因任何政治或宗教等因素 而又有所差别待遇 若WHA因中国对台湾的国际空间打压 而影响台湾与世界各国 共同防疫与互助之交流实为不治之举 卫生福利部与会人员应坚持立场 极力与WHA交涉 以保障台湾参与国际共同防疫之机会 维护国人健康 并捍卫我国参与WHA之主体尊严 本党团希望能列为第一项 好 这个时代力量党团 由徐永明委员代表 希望建立